初中必须要会的英语八大时态 第一个一般现在时 do或者是does 好 例题 I get up at 6.30 every day 从every day每一天 所以说咱知道是一个经常性的动作 用一般现在时 第二一般过去时 动作发生在过去 这里要用的是咱们的一个dead 比如说 I got up at 7 o'clock yesterday 从yesterday我们知道是昨天 所以说这是一个过去 所以说我们要把get变成 它的过去是got 第三一般将来时 将要发生的一个动作 will或者是be going to 例题 I will come back tomorrow tomorrow明天 所以说是我将要明天回来 will加动词的原形 第四个现在进行时态 表示此时此地 正在进行的动作 be doing 例题 I am running now 现在我正在跑步 第五 现在完成时 用的是have done 例题 she has studied english for 12 years 好 她什么呢 她已经学英语学了几年了 12年 has 加一个done 第六个 过去完成时 had done I had finished my homework before she came 在她来之前 她来是一个过去 所以说完成作业 发生在过去的过去 要用过去完成时 第七 过去进行时 be 这里用的是words were doing he was cooking while she was eating 当她正在吃的时候 她正在 做饭 过去两个动作 同时进行第六 第八 过去将来时 过去将要做的一件事情 would do lily said she would come to China lily说 她是过去说的 她过去说的 她将要来中国 今天内容 大家都学会了吗